楼一刚把昭灵哄睡着了 想和沐纯卿做点什么 小师妹 二师兄把人的手砍了进了衙门 你要不要去看热闹啊 我就知道 不能放他们单独出门 轻轻 你的人就没个省心的 只是砍了手 已经很省心了 二师兄要不是考虑到你 砍的就是脑袋了 那我得谢教二师兄砍人的时候 还能想起我 不许睡 等我回来 那就要看看 你处理事情的速度快不快了 妖精 小师妹不去啊 小师妹不去 多没意思 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小师妹气场全开虐人的时候 她累了 已经睡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去追姑娘了吗 怎么把人砍了 吴宇就会声会色的 把事情的经过讲了 楼一都服气了 也就他们这群不正常的人 一言不合就动刀 楼一进了衙门 怎么回事 让你们出门才买个东西 怎么还进了衙门 世子 见过世子 大人贵姓啊 免贵姓姑 杜佳一看她那个样子 就知道 她又要演戏了